怎样才能帮上富婆 少走三十年弯路呢 沃尔是这样做的 当富婆戴上第一顶帽子时 你要一脸不赞同地摇头 这样富婆就会怀疑她的选择 继而换上另一顶帽子 这时你再连连点头 眼神里一定要充满惊喜 这样富婆就会高兴地过来询问 这顶是不是很好 沃尔的语言也很有技术 要是赞扬的 但不能太过火 还要再提一点小意见 这样才能显示出她的品位 最最重要的是 要尽快离开 不要纠缠 这样富婆就会觉得你不惨媚 第二次见面就可以盘算钱的问题了 直接说借钱绝对不行的 一定要让她看到成果 即使发明是个蠢兮兮的打蛋器 也没关系 然后就可以以寻求投资为借口 从她这里拿到一笔钱了 但沃尔最近遇到了麻烦 因为富婆居然死在了家里 而那当晚沃尔刚好去拜访过她 妥妥地成了第一嫌疑人 于是在妻子的建议下 她来拜访 伦敦著名刑案辩护律师弗莱德爵士 期望脱罪 来是来了 但沃尔其实并不是很在意 她就不相信没做过的事还能被定罪 但还是弗莱德爵士有经验 回复她我们尽可能 不把这种事情变成习惯 意识到自己真的可能被捕甚至绞死 沃尔终于慌了 开始认真向弗莱德爵士 陈述和死者相识的经过 以及当晚发生的事情 沃尔在八点钟到达死者家中 与死者共进晚餐 然后听了一场歌剧 大约在九点钟与死者告别回家 到家时间是九点半左右 而死者的死亡时间 是九点半到十点之间 弗莱德又问她 从死者那里拿到了多少钱 沃尔说现在一英镑都没有拿到过 富婆是答应给投资了 但是这不是还没到手吗 弗莱德爵士戴上她的单片眼镜 眼镜反射得光线晃得沃尔睁不开眼 这是弗莱德特有的审问手段 一个正常人很难在这种环境下 镇定的撒谎 他开始审问沃尔 是否明知女管家不在家 才选那天过去 沃尔当然否认 说他确实知道那天女管家不在 但是会在那个时候过去 弗莱德爵士继续假设沃尔和死者听歌剧 是否有一开大音量 这样就可以掩盖死者的叫声 沃尔强调 他离开的时候富婆明明还活着 弗莱德又提到 可是女管家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沃尔快崩溃了 他说自己真的没有杀人 弗莱德爵士终于决定暂时相信他 现在能证明沃尔案发时间已经回家的 只有他的妻子 这显然不能说服陪审团 他有充足的犯案条件 还有一大堆间接证据指向 弗莱德能找到的唯一突破口 只剩下动机 没错 沃尔还没拿到钱 怎么可能去杀富婆呢 如果他还指着继续 从富婆手里套钱的话 这时律师摩尔却带来了一个消息 我们慷慨的死者在遗嘱里 留给沃尔八万英镑的财产 沃尔听到自己发财了很高兴 第一反应就是给妻子打电话分享 直到发现其他人都面色凝重 他才发觉出不对 是的 让我们恭喜沃尔 他的动机也齐全了 没救了等死吧 果然很快警察就赶到这里 他看起来是个冷淡而优雅的女人 叫做克里斯汀 知道丈夫对死者遗产 表现得一无所知后 克里斯汀表现得很惊讶 一整场谈话里 他处处都在暗示丈夫沃尔满口谎言 说的没有一向是真的 并且克里斯汀 在弗莱德眼镜片的公式下 也非常镇定 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 不过走之前 他向弗莱德透露自己和沃尔 并不能算合法夫妻 因为他是重婚 弗莱德专门到警局去看沃尔 算是开庭前最后的商谈 根据女管家的证词 沃尔会帮死者打理一些重要工作 鼓动死者修改遗嘱 沃尔承认了前者 却抵死否认关于遗嘱的事情 而关于他的妻子克里斯汀 沃尔说是暂时在酒吧认识的 妻子是个舞台剧演员 虽然他手上戴着一个结婚戒指 但是克里斯汀说 是为了避开其他男人的骚扰 沃尔也就信了 完全没想到妻子真的是结过婚 甚至和他结婚时也没有离婚 战争结束后 两个人一起定居到了英国 沃尔似乎真的很爱他的太太 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 控方律师首先证明了 现场有沃尔的指纹 且没有财物丢失 所以不是入室抢劫 沃尔衣服上还沾了血 血型和死者一致 但被弗莱德绝世一一化解 找到了其他的合理解释 为了解释外衣的血迹 他还特意呈上了 沃尔割破手臂的面包刀 证人女管家则提到 当晚他9点25分回家一趟 经过客厅时 听到沃尔还在里面和死者说话 另外提到死者重立遗嘱的时候 沃尔是在场的 弗莱德很快找到了突破点 既然有两份遗嘱 那么原来那份的受益人 应该是女管家 所以他要诬陷沃尔的嫌疑 另外他听到有人说话 却没听清说的是什么 显然耳朵不好 那么又如何准确判断 与死者说话的就是沃尔 多半是因为本就不喜欢沃尔 加上沃尔有嫌疑 才会挠不出这个结果吧 过了这一关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控方请上的下一位证人 却是沃尔的妻子克里斯汀 这让沃尔和弗莱德都大惊失色 克里斯汀一上台 就否认了沃尔的到家时间 是9点25分 他说真正的时间是10点10分 并且气喘吁吁 袖口沾血 说他杀了人 见到亲爱的妻子居然这样说 沃尔情绪激动地问他为什么撒谎 可是没用了 事情已经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去了 就连弗莱德 也只能讽刺他对婚姻的不忠 借此点出他惯性撒谎 却不能证明他这次也在撒谎 控方律师又给出最后一项证据 案发前一周 有人看到沃尔咨询过 国外旅行线路的价格 要知道那时沃尔甚无分文 打听这个做什么 必然是因为他知道 自己马上要有一笔钱到账 沃尔当然不认 他说自己当天和一个女孩在一起 当然不能明说自己没钱 只好进去装装样子 但情绪在激动 沃尔也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杀了死者 庭审终止了 大家都很沮丧 这时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女人打来电话 说自己有关于克里斯汀的黑料 这种时候 任何一点可能都不能放过 弗莱德马上和他见面 女人所说的证据 其实就是克里斯汀 曾经和其他男人通的信件 经比对 这些信确实是克里斯汀的笔迹 女人专门展示了一下自己脸侧的伤疤 说这是克里斯汀勾引他的男友后 被男友砍的 所以自他想要报复克里斯汀 不管怎么说 有了这些信 大家再也不会相信克里斯汀了 信里还提到他要做伪证 把沃尔送进去 然后就能和别的男人双宿双飞了 克里斯汀再也无话可说 庭审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那就是陪审团表决 经过讨论 陪审团做出的最后决定是 沃尔无罪 这个案子终于圆满解决了 众人散去之后 弗莱德爵士留在座位上稍作休息 而克里斯汀在外被千夫所指 法庭的人连忙把他解救回来 说他可以在这里 等把人驱散后再走 弗莱德让其他人先走 想单独和克里斯汀说说话 见到只剩弗莱德一个人 克里斯汀突然自在起来 甚至原地补起了妆 对弗莱德说他即将入狱的事情 也毫不在意 克里斯汀说 弗莱德并不是单枪匹马赢的 有人帮了他 沃尔现在重获自由 是他和弗莱德两个人的功劳 弗莱德不解 克里斯汀继续说 是弗莱德告诉他 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 做的证是没人信的 所以他应该为控方作证 说沃尔是有罪的 然后被揭发他其实是一个骗子 那么所有人都会相信沃尔是无辜的 甚至 克里斯汀就是那个来送信的奇怪女人 弗莱德大为震惊 他问克里斯汀为什么不相信他 用正当体面的方法也可以赢 克里斯汀却说 也就是说 沃尔从来就是有罪的 他确实是在十点十分到家 袖子上沾满血迹 说他杀了那个女人 求克里斯汀救他 他愚弄了所有人 但是克里斯汀真的救了他 因为爱 然而这世沃尔来了 他为自己的无罪释放而洋洋得意 现在谁也动不了他了 他甚至畅想着拿到死者遗产之后 要怎么花 克里斯汀也不在意自己即将入狱 只想着反正总能在一起的 可是一个女孩出现了 正是与沃尔一起看旅游路线的那位 沃尔推开克里斯汀 就拥抱了那个女孩 庞若无人的亲吻 原来他根本就不爱克里斯汀 为了让妻子救他而演戏罢了 女孩未必有克里斯汀漂亮 但他先活而生动 他在沃尔的怀里 用骄傲的眼神扫视克里斯汀 他知道所有克里斯汀的事 包括沃尔和克里斯汀 根本算不上结婚这件事 而现在他和沃尔在一起 已经好几个月了 还要一起出国旅行 他们才是一对 克里斯汀慌忙提醒沃尔自己救了他 沃尔却说当初是他 将克里斯汀从战场上带走 现在只能说是扯平了 让克里斯汀好好坐牢 不要想着说出真相 毕竟他也是从犯 弗莱德再也看不下去这场道具了 他把玩着单片眼镜 折射的光线将作为证物的面包刀 照得闪闪发亮 克里斯汀注意到面包刀的存在 心思一动 举起面包刀就向沃尔刺去 女孩被吓得大叫 引来了外面的工作人员 克里斯汀现在要面临杀人的指控了 一直照顾弗莱德的护士检查尸体后 向弗莱德说他杀了他 然而弗莱德说 不他处决了他 并且还打算为克里斯汀辩护 《控方证人》是一部上映于1957年的电影 至今仍在影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是悬疑片绕不开的一座大山 影片大半的时间都仿佛 再讲一个普通的无罪辩护 直到最后十分钟 一层层真相被拨开 才会显露出过程的惊心动魄 和人性的不可捉摸 即使是老练的弗莱德爵士 竟也没有发现沃尔的人面兽心 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真相 自尊娜不无不得